大家好,我是挪逢,这次回国心心念念的,一定要去顺德寻找美食。 这步我大哥开着车,从深圳跨过珠江虎门大桥,第一站就是桥珠印象。 这是一家专营顺德美食的传统老店。 酒店的海鲜还真的不少,我们今天不吃海鲜,也不吃鱼生。 前几天在深圳,大侄儿请我们吃了海鲜大餐。 今天重点是吃顺德的其他特色菜。 首先上的是粒粒红豆薄称。 外皮酥脆呈现绿色。 糯米粉加抹茶粉摊饼。 卷上带颗粒的红豆沙再切块,口感类似江南的炒汤圆。 接下来是煎让鱼皮。 这是我第一次吃,皮炸得很酥,酿得鲜很嫩。 我估计是鱼肉加粉做的,类似鱼丸。 回家研究研究复课。 五谷鱼。 这可是一道功夫菜,也是一道大菜哦。 厨师先将细小的鱼刺全部剔除,然后再清蒸。 鱼肉细腻滑嫩非常鲜美。 佩服厨师的刀工。 吃鱼配醋鲜三分要求下给了一小碟。 最后上的是炸牛奶拼野鸡卷。 炸牛奶外皮酥脆。 里边软滑香甜。 野鸡卷也好吃,稍许有点油了。 我们三个人点了五道顺德特色菜,前四道都吃完好久了。 鱼浓汤桑叶不知为何迟迟上不来。 大家也吃饱了就取消了。 只能留有遗憾。 下次来顺德再品尝。 你喜欢胡椒刀打开轨。 您好看你什么不见头发。 所以为何把它用起来的时候。 你很烦火的大碟。